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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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哪些鱼呢 海洋里有鲨鱼 鲨鱼是吃肉 它的牙齿尖尖的 我知道有一种鱼 它叫河豚 就它很特殊 因为它生气的时候 浑身胖胖的像个球 然后呢 而且球上还有尖刺 有一种鱼 它叫曼鱼 它身上有电 我见过雪茄娇 它是一种很小的鲨鱼 它比 比它大的鲨鱼 厉害得多 我见过一种鱼 叫做汉鱼 头上捕着一个包 海里有蝴蝶鱼 蝴蝶鱼它的身体是三角形 并且很五彩斑斓的 你最喜欢什么鱼 我最喜欢鲨鱼 因为它有最厉害的牙齿 你呢 我 会带鱼 因为它有美丽的条纹 而且那个条纹 好像还有不同颜色的 我最喜欢口雀鱼 为什么呢 因为它长得好看 那你呢 我喜欢青涛肤 为什么呀 因为我出去玩它不用挨饿 哦 它吃什么呀 它吃鱼缸上脏东西 我喜欢小丑鱼 哦 为什么呀 因为它长得好看 我最喜欢口雀鱼 你呢 我最喜欢魔鬼鱼 魔鬼鱼的嘴巴 它是笑的 身体是扁扁的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它的尾巴细细长长的 红圈鱼的尾巴像上子 而且是彩色的 我最喜欢一种鱼 它叫灯楼鱼 它头上有一条线 然后挂着一个灯 你都养过什么鱼 我养过小鲸鱼 它喜欢吃很小的鱼食 你呢 我养斑马鱼 一些热带鱼 我的小鲸鱼是橙色的闪着光的 我的红鲸是橙色在很小 我养过红绿灯 红绿灯是什么 红绿灯鱼那种鱼 它就是身上有红色绿色 有黄色那种颜色的鱼 你都是怎么样照顾它 我是为带小鱼 以前是带我来的 它的鱼食是什么样的 它的鱼食是个小小的 有鱼食不行 也是有热我中中的 我会给它喂食 还会给它换水 我的乌龟也是这样的 我跟它一样 你还知道哪些鱼类知识呢 我知道 鱼是用腮呼吸的 人是用肺呼吸的 我知道鱼身体里面有鱼泡 鱼泡变大的时候 鱼就会浮起来 鱼泡变小的时候 鱼就会沉下去 但是有一些鱼类没有鱼泡 比如鲨鱼 没有鱼泡的鱼类 就需要一直游动 要不它们会一直往下沉 鲨鱼身体里没有气囊 跟其他的鱼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鱼的里面有气囊 所以鲨鱼必须得一刻不停地在游 不然它就会沉到海的最底 我知道鱼是有耳朵的 就在头部的两处 我知道贪图鱼的兴起很发达 它能在地上跳也能在水里游 水枪鱼是怎么捕猎的 水枪鱼是嘴里喷出一股水柱无边的 很细的那种水柱 然后碰到猎物它就会叫下来 然后它就可以吃去了 我知道海洋里有鲸鱼 它不是鱼 它其实是哺乳类动物 我见过小 我见过金沙 因为它看着羞猛 其实对人类很好 我还见过小丑鱼 海洋里面有毒液 但小丑鱼身上有一层粘液 可以把毒液排出去 我知道一个鱼类知识 还蛮野蔬鱼类 因为它是用塞呼吸的 海洋有个特点 就是磁子海马 可以把 可以把鱼弄在熊海马里面 然后熊跟熊海马 再把鱼生出来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好 早上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最很吃惊的能让我很聪明 我要给我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要给我自己大大的拥抱 因为有你 大家好 我叫吴亦恒 我今年九岁了 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种乐器 它的声音是这样的 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口琴 单黄管 这是口琴的声音 它有的长有的短 它上面有很多洞的 它是这样吹的 嘟嘟嘟嘟 这是单黄管的声音 它只有一个孔 一个孔就是它的一个管子 那个管子到最后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像饼一样的东西 放在嘴里 嘴吸气呼气 然后就会发出声音 这是短叠的声音 它长得短短的 是这样弄的 嘟嘟嘟嘟 很好的声音 它前面有一个大喇叭 上面有很多管子 可以移动 它是这么发出声音的 嘟嘟嘟嘟 小朋友们猜得对不对呢 刚才的声音 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 它的名字叫长浩 长浩是一种西洋铜管乐器 它有一个露肚状的耗嘴 长长的管身 和一个大大的喇叭口组成 因为它有一只长长的 前后滑动的套管 所以也被称为伸缩号 拉管号 可以变长变短的长浩 是怎么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呢 长浩主要是靠套管和F键 来控制管子的长度 调节音调 F键就像一个开关 当你按下它时 气流会通过这些环形管子 管子就会变长 最后才出来 没按F键之前的声音是这样的 按下F键后的声音是这样的 套管可以根据伸缩的长度 来决定音调 当它伸缩的越长 它的声音就会越低 当它伸缩的越短 它的声音就会越高 套管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外管 一个是内管 外管是可以取下来的 吴依恒小朋友讲解得太棒了 接下来 小肚东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在演奏长号时 长长的套管有什么用处呢 管子越长 音调越低 管子越短 音调越高 答对了 小朋友们太棒了 当它伸缩的越长 它的声音就会越低 当它伸缩的越短 它的声音就会越高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 吴依恒小朋友带来的 长号表演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谢谢大家 宝贝冲冲冲 咕噜咕噜 今天小肚东会带着小朋友们 来玩一个障碍激励的游戏 八个小朋友分成两队 两队的队员轮流出发 轮程跨栏 端圈 平衡跳 爬鱼网垫子 四个障碍 率先达到终点的那一队获胜 快来看看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吧 看看今天我们的游戏科大型了 这个游戏叫做快乐的小鱼 看我们的绿队 还有成队的小朋友呢 就是我们快乐的小鱼 以后呢要跨越障碍 然后呢游到我们的补网区啊 现在呢这个障碍都是怎么玩的呀 小朋友们知道怎么玩的吗 知道 那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这样跨过去 有谁想给我演示一下 你来吧 去 要跨过去吗 哦 好 回来 你跨过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 要注意 不要让它这样踩住它岛 好的 那第二个这个圈圈 怎么玩的 有谁知道 这个是从里面钻进去的 要钻进去 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我们的这个圈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不要把那个圈弄倒在那里 这里把把腿给卖倒 这样就摔倒了 哦 其实我们也还要注意我们的脑袋也不要碰到 所以呢 我们要蹲的 矮一点 对 蹲的低一点 这个我前面的这个怎么玩呀 这个谁知道 你好不好 好 来 这个 就是把手扶在这儿 然后踢过去 那这个要注意什么呀 这个要注意不要碰到这个 不要踢到它这样倒了之后自己也会受伤的 哦 要注意安全是吧 好的 我们过完这边的三个障碍物呢 就要跑到那个河里去了 那有一张大大的网 好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是快乐的小鱼 千万不要被它捕捉到咯 那现在呢我们要分为四组啊 分别从那边出发 小朋友们 我们可以去排队啦 好 现在小股东已经来到了捕鱼区 我们先把那首快乐的小鱼唱一唱好不好 再来准备到那里儿 好 先老师的口令预备 请 和理小鱼 游游游 摇摇尾巴 点点头 一会上 一会下 快乐的小棚角 哇 好好听的儿歌呀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开始 但是提醒小朋友们 做游戏的同时 也要注意安全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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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以往的话 就因为它很刺激 会把我一下捞住 加油 快快快 记得 记得 我心里想成队超过绿队 我心里很着急 加油 出发 小鱼 有有有 加油 快 加油 记得 加油 记得 快 记得 一块像 好像快乐的小龙球 快 加油 小鱼 有有有 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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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有有有有 快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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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理小鱼 有有有 有有有 快出发 快爬 快爬 快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谁先激动 激动 好 好 刚才我们的绿队和成队的成绩不相上下 但是先激动的是我们的成队 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成队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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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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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咕噜 咕咚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